哈囉 大家好 我是鹿醬 我現在在雨田機場國際線的二樓 現在的時間是凌晨1點26分 我要坐早上5點55分的飛機回台灣過年 其實我久遠多就已經到機場了 然後要在這裡一路待到凌晨3、4點 身體就是很髒 這鋪陳很長 Eddie就一直跟我說 雨田機場裡面其實有個消瓦論 是可以在這裡洗澡的 而且非常的舒服 我就想說可以趁今天這個機會 來拍給大家看看 在我講這段話的同時 剛才有兩個人從這裡走出來一南面 兩個人都感覺神清氣爽 尤其是男生的頭髮是在飄的 就剛洗完頭都飄 那我就帶大家去Sawa Looms看一下 裡面長得怎樣 到底舒不舒服 這個就是Sawa Looms的門口 這裡是在雨田機場國際線的二樓 那門口這裡就有一個液晶螢幕顯示 你只要一去櫃台就可以把它幫你引導了 價錢的話是一個人30分鐘 1050日圓 超過30分鐘 每過15分鐘就要多加530日圓 我覺得還蠻貴的 等一下就看值不值得 這邊是24小時營業的 然後有毛巾 洗髮巾 潤絲 還有沐浴巾 還有吹風機 就這些基本的東西都有 但是除了這些之外 牙刷牙膏還有這些保養品 就是要付錢的喔 櫃台這邊也有航班表 有出發的航班 也有到的航班 一到櫃台它會要你寫這個自己的資料登記 那它會給你一張發票 還有你的領域間號碼 我的號碼是K 我是凌晨1點35進來的 所以我可以用到2點05分 然後剛才有的讓我蠻意外的服務 是只要你有用他們這裡的領域服務的話 你就可以選擇你要一杯水還是你要一杯茶 當然選一杯茶 超開心的 因為我本來就在煩惱 我有點渴 這個就是我的房間K了 不知道長怎樣 好期待 結果要用鑰匙開 一進來整個空間長這樣子 先是一個梳妝台 門後面還有一個衣架可以讓你掛外套 梳妝台的旁邊就是領域間 先跟大家介紹一下梳妝台 有一個風力還蠻夠的吹風機 衛生紙跟小垃圾桶 還有一根棉花棒 它其他的就是我剛才說要付錢的牙刷之類的東西 保養品我就沒有用他們的 我用我自己帶的旅行小包子 吸收乳 水龍頭的水也很夠力耶 然後有個小毛巾跟大毛巾 梳妝台的下面也有一個椅子 可是椅子其實有點低 你們看我坐在椅子上面的話 我整顆頭子露出來一點點而已 所以吹頭髮的時候可能就會辛苦一點 地上還有一個腳踏墊 浴室的背品就很一般 沐浴巾跟洗髮巾還有潤絲巾 房間裡面還有一個時鐘可以讓大家掌握的時間 就不用怕超時 我要本來去洗一半我就來不及了 我們等一下見 掰掰 我現在洗完澡洗完頭出來是1點50分 我只是怕15分鐘要吹頭髮 它這裡比較可惜的就是沒有附數字 我吃完頭髮已經2點了 我要趕快出去不然要被蒜鹽藏料金了 那我要跟這個小浴室說掰掰了 出去來跟大家講感想 我現在已經洗完澡出來外面坐著了 那我跟大家講一下我的感想 首先關於時間 我覺得長頭髮的女生可能會來不及 因為她只有30分鐘 可能是因為我在拍影片的關係 我把時間拉長一點才會覺得這麼趕 30分鐘的限制不是時間到 就會直接把你的水切掉 其實你時間到了 它也不會有任何的變化 一如往常 可是當你到櫃台給她的時候 她會看你的時間有沒有超過 她會有超過的話一定會再算錢 第二點是它淋浴間的水壓還蠻大的 水壓大的話沖起來比較舒服 然後其實我本來也擔心說 可能會不會水壓很小 結果不會 而且它調溫度是非常的方便 因為我還蠻討厭一些日本的 比較老舊的公路 調溫度很難調 要轉這邊要轉那邊 沒有住在日本的人 可能會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貼照片給你們看 就是長這樣子 但是裡面的設備不會這樣 裡面的設備其實算是還蠻好了解的 我本來的想法就是覺得說 幹嘛要特別來機場洗澡 洗完就懂了 很舒服 第三點也是我覺得最可惜的 就算洗頭髮沒有梳子 我看是瘋狂用手這樣 在刷 好像猴子這樣 講到有點累了還可以要查 剛才是趕到沒時間喝茶 那我今天自己體驗的感覺 是覺得CP值還蠻高的 我之後應該還是會來 有比我預期的體驗還要再好一點 但是那櫃台小姐沒有很親切 那如果之後大家有可能會在雨田機場過夜的話 我還蠻推薦你們可以來洗一下這個澡的 快難易新的感覺 其實老實說這裡不是一個適合睡覺的地方 因為它的燈光比較明亮 然後那個機器又炒到爆 現在路講這個很放鬆欸 OK 你本來都用什麼程序 認證的話我會先卸妝洗臉 用洗臉機器 然後泡澡的時候我會敷面膜 然後敷完面膜之後呢 我會擦化妝水 美容液 然後乳液這樣 欸我想問大家卸妝跟洗臉的時候 是在洗手台卸還是在浴室卸啊 如果有洗澡的話是在浴室卸 沒洗澡的話是在浴室卸 沒洗澡的話是在浴室卸 沒洗澡的話是洗手台 你知道我講的都刺我嗎 我就是要把你掉出來 可是我覺得是要看你卸妝是用哪一種欸 因為有些人是用卸妝水 他可能是要沾化妝棉 他那種在浴室就不方便了 那我自己的話是有用卸妝凝膠 又有卸妝水 所以有時候也會依照我要用什麼卸來分開 我們家其實用洗手又蠻兇的 其實我本來沒有這個習慣 文當很重視 回家都要洗手 文當一回家第一件事情就是洗手 洗手 還要溝口水 而且文當嚇死人了 是個顏色 欸所以你家也是這樣 對啊 然後他就說我很髒 我說為什麼回家一定要洗手跟漱口 我們就是每次的習慣啊 就雖然說台灣的爸媽會 對啦 主要要洗 並不是一個大家都共同的概念 所以去別人家的時候也盡量可能洗手會比較好 不然人家會覺得你會帶媽媽家 你很髒之類的 而且文當還會隨身帶著口香檯 他自己還會帶口香不得不 我記得很清楚有一次我只是水口水 就隨口講 也沒有到真的怎麼抽 然後他就超在意欸 真的假的 他是超級在意 然後他就沿路一直在找便利商店 想說他幹嘛一直要找便利商店 我以為他買糖果 因為文當喜歡吃糖 然後後來他就會說 還有嗎還有嗎 我可以知道原來他是很在意 我跟大家聊天講的很可愛的事情 我們不是有時候會要合作嗎 所以我喜歡就是爽到文當 就是他什麼東西都可以用用看 然後他就用得很開心 可愛這樣 其實我跟文當接保養品還不錯 因為我們兩個肌膚完全不一樣 我是超乾 他是超油 就是所以保養品就可以試試看 是適合哪一種肌膚 而且他應該也有改善很多了 喔他改善很多 文當皮膚跟以前差超多的 開始很認真保養 不是這兩年嗎 就比較認真在保養 他以前皮膚超恐怖的 那他保養是什麼 他以前是不差保養品 就是用水噴過去這樣子 毛孔很大 然後很油 因為他很羨慕我的皮膚 然後他就開始學我保養 然後我會帶他去挑保養品 就是文當也試過很多種 然後就慢慢找慢慢找 找到最適合他 然後這種時候 因為廠商會給我東西 那我就可以都給他用用看 那有時候文當喜歡他 他就會去回購 所以其實我也覺得蠻開心的 就可以讓他試試看這種不同的包 我在台灣布丁會有做臉的習慣 然後來日本就沒有了 因為日本的做臉跟台灣不一樣 日本的做臉是不會幫你清粉刺的 他們就是拿著管子在那裡吸耶 可是他用完是會有點咕嚕咕嚕的 可是我覺得 但我覺得應該是沒有用 應該是欺騙自己 應該要像台灣那樣子弄出來吧 戳出來 對 文當就覺得說他也想吃他做臉 我之前就有幫他預約 然後我印象超深刻 就是第一次我陪文當去的時候 因為文當會怕他沒去過 然後他會害羞耶 我就說欸我可以坐在旁邊嗎 然後那個小姐就說喔好好 那小姐就有點躊躇的感覺 可是他還是讓我坐在旁邊 然後我就坐在旁邊 那小姐後來就很冒昧的問我說 不好意思請問一下你是美容相關業者吧 他以為我是別的公司的間諜 我說喔不是不是我只是問他 因為很少很少 因為台灣人不是都是有女女朋友 要撿個房子男生還會坐在旁邊等 日本就不是欸 對前幾天阿貴第一次知道這個事情 他就整個超嚇一跳 對日本人來說是不可能的 我覺得絕對不可能 日本男生絕對難以自信 而且就算你要日本的店家 也不會給你有位子做吧 所以那個時候那個做臉的小姐 他才會以為我是沒有驗的間諜 就覺得很可疑這樣 就覺得很可疑這樣 如果說蜜蓮之前我也會有一點症 會不會打擾到他 可是我還是會打擾你 這麼在台灣從來不會這樣想 想傳就傳 不會去想說會不會打擾到他 我覺得這倒是 這倒是 這就是分辨台灣朋友或日本朋友 日本朋友會更在意說 現在會不會打擾到他 明明你現在就可以以讀想要回 你就會盡量再晚個兩個小時再回 對 我覺得對台灣人來說 Line就是那種即時空那種感覺 對日本人來說Line就是mail 不然就是簡訊 以前那種時代的簡訊 好 那這個影片就到這裡啦 如果大家來羽田機場的話 可以來洗洗看 我自己是還蠻推薦的 我應該還會再來洗 謝謝Elly推薦給我這個 沙蛙認識 讚嘆Elly 讚嘆Elly 掰掰 掰掰 大家再見 大家再見 掰掰 回台灣過年 字幕提供